哈囉,我是Ani 今天我們要來開個神秘的包裹 在去年年底的時候我收到IKEA寄給我的這個神秘的包裹 我只能從它盒子外面的包裝想像一下它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而且這個盒子跟IKEA平常的家具包裝一模一樣 完全就是縮小版的 那我更好奇了,趕快就來打開這個神秘的包裹吧 首先打開包裹以後最重要的就是這個說明書 後板的對折板子看得出來應該就是筆記本的皮了 右下角還有一個標籤貼,真的是把全部的精華都濃縮在這個本子上了 還有一根六孔的鐵圈 厚厚的一本六孔紙張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小零件,雖然我現在看不出來它是要做什麼 等一下我們拆開來就知道了 剛剛有提到IKEA家具最重要的就是說明書 千萬要好好認真的看這個說明書 雖然它裡面有一點惡搞這個說明書 不過我看它還是很認真的在教你組裝 沒錯,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IKEA 2018年新春的贈品 Flat Pack做自己筆記本 拆開這個塑膠封膜以後我發現它裡面其實是有四種的樣式的紙張 第一個打開的小零件,如果你有組裝過IKEA的家具應該不陌生 它就是組裝家具的六角板手跟螺絲們 再來這一包黑色的小迴紋針我以為是為了今年的狗年而設計 結果我才發現是人家IKEA瑞典的象徵達拉瑪啦 真的太糗了 尺和鉛筆其實就是店裡面的那個直尺跟短鉛筆的放大和縮小板 小書籤上面的那些螺絲其實也是家具盒裡面會有的零件 字母手繪版對於畫畫還有DIY真的是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說了這麼久終於要來組裝筆記本了 首先我按照說明書上的先來組合這個書皮跟鐵圈的部分 組裝非常的簡單,將它附的這個螺絲有長跟短的部分 長的放在外面,短的放在裡面 用它附的這個六角板手將上下的螺絲門都轉緊 做自己筆記本的本體就完成了 打開這個六孔鐵圈以後 我們將裡面的零件分別放入 是不是很簡單啊? 很難相信這本這麼厚實內容也超級豐富的筆記本 而且它的包裝完全就是IKEA家具的縮小板 竟然是IKEA 2018年新春的贈品耶 你只要在2018年1月2號到2月1號在IKEA持遺家卡 單筆消費滿3000塊就可以免費兌換喔 接下來我會分享我自己如何DIY還有手繪這本筆記本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出屬於自己風格的筆記本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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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